这就是我在这边常常来的一个诊所环境 这是鼎音2017年3月自拍影片 特别打广告介绍代言的医美诊所 因为他是透过朋友介绍 然后带来诊所做的客人 因为把它做得很自然之后 他就同意说跟我们合作 我们前后的磨合期也差不多有三个多月 到半年 认为鼎音很有勇气 赶在镜头前承认修修炼 其他医美业者透露 通常一人签代言合约 平均都是一年 最长不超过五年 而鼎音从204年合作到现在 其他医美业者以自家合作推算 鼎音第一年代言费用大约是300万 第二年开始大约每年50到100万左右 其他像是到诊所分享疗程 或参加诊所举办的活动 一场收入大约10到20万元 没有 其实不是这样子 但是多少我们也不方便回答 因为我们双边有保密的条款 我们日后也不会再对媒体 做任何的回应 因为毕竟诊所的合作跟他是 跟他的家里的事情是分开的 除了医美诊所代言 根据了解第一位的救儿子 这半年来身边几乎没有其他代言案 至于2015年他推出的单曲EP 当时发片记者会上 因为林孔求偿董作 就掏出10万元买唱片 外传当时专辑都还没上架 就被认购1.5万张 但后续销售章数没下闻 你都看到我的 五次都要给我看 现在恐怕只能靠 孙鹏主持的代状节目 国王帮帮忙 靠每周1440万元进账 来填补儿子打官司的钱坑 三岸新闻 梁香楼下台报导